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球的一个著名景点 叫Crystal Mill 我管它叫水车屋 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 去这儿的道路崎岖不平 显向还生 得到一张好的照片 确实不容易啊 早晨离开Crested Butte 我们就要赶路 今天要三个多小时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叫Aspen 中文叫Aspen 这是科罗拉多州的一个旅游重镇 也是赏秋景最好的地方之一 在这白花林里散散步还是非常惬意的 这个在温哥华还真没有这种环境 路过一个马场 这儿有很多马 游客可以骑马 这儿的马都很老实 小孩可以动手摸一摸 小姑娘很可爱 妈妈想让她骑马 姑娘最后摇了摇头 还是不赶上了 来了一只小狗 吊了块木头 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游戏 行啊 那就陪他咱也玩一把 狗儿们玩这种游戏好像从来不知道疲劳啊 一遍又一遍 我说没了没了 就这样了 今天再去Aspen 的路上 要路过若干经典 其中也叫 Kepler Path Kepler山口 还有一个叫 McClure Path 都是上邱静的好地方 这个是 Kepler Path 叫 Kepler山口 漫山遍野的都是这种金黄色 现在应该说是它的最佳观赏期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峰期 这张我也很喜欢 当天没有阳光的直射 反差比较小 可以显得色彩更为浓烈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 叫 McClure Path McClure山口 海拔 8744英尺 秋色还是浓浓啊 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晚上 和从温哥华来的另一阵人马胜利会师 就是这个大SUV 是阿壮夫妇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阿壮 摄影大师 也是越野登山的大师 专业的七星炉 有七个小火眼 据说可以炒菜 两个队伍 昨晚会合了 今儿我用七星炉 煮鸡蛋 阿壮 出发前 用阿壮车上自带的这种 打气梦 给我们车补气 李宗盛现在气压还是不够 今天要去水车屋 道路非常崎岖 只有高底盘的SUV才可以 所以我们决定都上阿壮的车 要把他里边的所有东西都要倒腾到我们车上来 然后把后边的几排座全部打开 就可以坐他的车去水车屋了 这就是通往克里斯文的路 这一段还算好了 一会儿有更大的石头 没有高底盘的车真是不行啊 同志们 我们谢谢阿壮夫妇 谢谢哥姐 咱们都是道上的 也就你是道上的 看这两边的大石头 看这侧面 哎呦 瞧人家开这车来 这是真是玩家 阿壮 下次咱也租一车玩儿进来吧 哎呦 这是摄影师 看举了三脚架 飞着神经 哇 厉害 这摄影师在当地顾的车这是 这条公路其实并不是很长 大概十公里左右 但是有很多大石头 还有很多大水坑 真不知道身际 所以如果你没有高级排车的话 真是没办法 所以很多人现在选择了 干脆 徒步往返走着 也是个方法 又汇车了 哎呦 人家真不错 请着往边 你到大石头来请一下 让他过去 右边有个大石头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他过不来 他孩子再往后退 对 他往前 他要往前变车 他要往前变车 好 这样可以了 所以我好吗 OK 只要看你那边的大石头 立立一半 这是我的最终的 这是我的最终的 路上有很多地方非常窄 那边就是深坑 这边就是悬崖峭壁 离我们车很近呢 就十公分 二十公分呢 他装这个驾驶技术 还真是过硬 Yes! Finally! Bye guys! Bye! 他们说我们离终点 大概也就一个英里左右 而且我们已经过了 最难走的一段路了 阿壮把音乐也打开了 回想一下我跟阿壮可能还真有缘 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在外边偶遇了 有一次在洛基山 有一次在BC省 当然这次不少无欲啊 是有余谋的 出发之前就说好了 要在科罗拉多见 终于到了 看前面不少车不少人了 这地方来过两次 以前人都非常少 几乎见不到人 现在看样子这个点 是越来越火热了 How fast he can run? I guess it's about 50 miles per hour 50 miles Rocket suspension 我们看看这都是什么车 能开到这儿来的 几乎清一色都是木马人 在这附近小镇叫Marble 他们专门有个旅行社 就做这个生意 他们有一批木马人 你可以足用它了 我问了一下 三个小时的价格 500美金 好 我们欣赏一下水澄湖的秋色吧 今天我们来到科罗拉多 摄影一个著名景点 这是我身后的 叫Crystal Mill 我来这是第三次了 路非常的难走 但是摄影爱好者们 往往不吃老苦 一定要到这儿看 这个构图非常美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 废弃的一个 我管这叫水澄湖啊 英文叫Crystal Mill 因为下面一条河 叫Crystal River 我们来今天呢 一开始下着雨 但是我们到了 雨停了 好 现在去拍 水澄湖 科罗拉多 就这儿 还有一个明天的地方 白花林哪 好 现在我们说说 这个水澄湖的历史 水圈屋正确的翻译应该叫水晶墨坊 Crystal就是水晶额 Milk可以翻译成墨坊 它建立于1892年 当时是有作为一个发电站 发电厂 它由三部分组成 压缩机石 齿轮石和压力管道 在1917年之前 它都在为附近的这个叫山羊 这个阳山隧道 这个矿给它提供电力 1917年以后 它关闭了 不再使用了 1985年7月 它被列入美国 国家历史名声名录 水晶墨坊现在是科罗拉多州 最常被拍照的地方 最上镜的景点之一 而且出现在很多杂志出版物当中 滚城的路 我仍然艰辛的啊 在一个地方 我们的底盘还被柱子刮了一下 阿壮检查了一下 索性的就有机无限 路过一个湖 漂亮 我们来的时候 路上都是波纹 回来的时候 风平浪静啊 给阿壮夫妇来一段视频 苹果手机的电影模式 还是很给力的 我们离开了水车屋 下雨 哗哗下起来 还这么多车来的 我们拍的时候 雨停了 我们走 雨下起来了 现在我们要去个超市 买点好吃的 还买点酒 谢谢阿壮夫妇 当天晚上 大家说一定要好好吃一顿 因为今天辛苦一天了 要庆祝一下成功的登顶水车屋 美国啤酒 墨西哥啤酒 还有威士忌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 明天 还有更精彩的登顶 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